Hello,大家好,我是小燕,是一個後洗者 原本我們是訂了今年的復活節,會接受洗禮成為一個天主救途 不過,19年底,20年初的一次疫情打亂了大家的計劃 突然間所有的事情都停頓了 政府公佈了限聚令,救會的微殺也都拐毀網上 我們的舞蹈班也都停了 原本訂了在新年之後的春明也都因此取消了 在這段日子,我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變 由於疫情的關係,很多同事在家裡工作 其實很多同事在過完年之後,我都沒見過 當然也都包括舞蹈班的同學們 自從在春節假期之後,我們只是在WhatsApp群組裡說過幾句話 而大家每週一次的舞蹈班也因此停了 其實想一下,這次疫情給大家一次機會 就好像一個長時間備證一樣,大家可以遠離工作的飯囂 因為現在每次工作完了之後,我們其實沒有地方去的 只可以早早回到家裡陪伴自己的家人 而不是好像以前一樣,在外面認酬去到半夜三更 回到家裡,妻子已經上床睡覺 早上早出門,只來得次說一句早安 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其實多了很多的時間 跟家人相處 好了,這個明明中是一個主的意思 告訴大家,在工作之餘,不要忘記靈收 也都不要忘記你的家庭 其實主是很愛大家的家庭的 他告訴我們,夫妻本是一體 誰要拆開這一體是一個罪行 主也都愛孩子,他多一次說 到我身邊來吧 我們知道,主教座堂每一次微塞完之後 都會為兒童將來一次祝福 首先為兒童將來祝福之後,才是派立病 其實這次疫情的關係,我們多了很多時間 可以跟家人,尤其是跟自己的子女一起 分享家庭的快樂 而不是沉迷於金錢和物質 其實,可能這個是一次主的考驗 給大家反思,是家庭,是家庭和主的關係 但是,我們應該放完工之後 不應該在更多的院長 應該多一點,跟家人一起研讀聖經 一起聆聽主的教訓 從聖經裡面,尋找人生的道理 而不是作為金錢的奴隸 金錢的奴隸,就是到此為止 所以,我相當期待五月底的聖禮 以佳日天主教,這個大家一起 多謝